我就不买牌 我不当狗 好吧 我也不当狗 请看牌 你妈 天黑 请闭眼 看看郁宅隐是什么 卧槽 大枪跌 郁宅隐 太厉害了 你们不能去乱去传话 你们这样 你们不能乱传话的 他妈一会儿给老子一枪崩了 这他妈是不是买的呀 郁宅隐 你妈怎么那么巧 我没买 我他妈没事买个石箱鬼干嘛呀 我还想拿好人点鲨鱼宅隐 我操 气死 你们不许 你们不许那个传话 不许跟别人同身份 听话啊 别那个 别那个 我这盘不能得罪尹哥了 我这盘不能得罪尹哥了 我今天没有图能党 我就懒着党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我秀个灯 我跟你说路人玩家 肯定知道我是狼了 现在都 不好说啊 哦 二斤水啊 我操 燕的那个二号玩家是好人 因为为什么说燕二 开局之前不是不能买牌吗 然后我就想看看二号玩家随到什么牌 然后二号玩家这本还是好人 恭喜二号玩家 然后我们同身份 验的二是金水 呃 警徽刘 我看一下啊 我就双压警下了 因为后面 四六八九十十一是会有对跳的 那肯定不能压 压警上后桌啊 对吧 那么警下七号玩家 我觉得应该是能站对边的 我是愿家 那么警徽刘 二验出金水 我就三五验了 对吧 左边 你看我是 愿家 二是金水 那我就验两个左边的三个五 好不好 然后至于什么边角位 就也没必要打吧 对吧 因为七号玩家是可以看投票的 然后十二号玩家 虽然我是边角位的愿家 但是我也不是很想禁验十二号玩家 我就想把左支位开干净 因为我验出二十金水 我就想把三个五都验了 嗯 别的就没了 别的紧上 紧后的牌就听发言 看站边 还有一个对跳 好不好 我就不过多概料了 点个加是好 就是以示诚意 好不好 没了 二金水 感觉牛肉干这篇发言还行 甭管身份 我觉得还挺 还挺像的 一狼 好吧 这你说 这天天拿好人 我觉得一号玩家不像 好吧 这牛脸他挺有 你能活几天 我上请就跟六号玩家打着招呼 好吧 就顺便问一问六号玩家组不组CP 其实都没了 我好人 好吧 点评去了一号玩家的话 我觉得紧上发言 我觉得就 没有 没有 我想的那种 预言家那种感觉 我想要的预言家 我觉得一号玩家不像 不错了 好吧 好 那个 我是个好人呢 然后我其实上次 就想说一下 这么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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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屏软件 应该早点推荐给我 然后跟大家一起玩 很开心 我花了195块钱 159块钱 买了这个投屏软件 终于能跟外哥 一起玩网纱了 我刚听外哥说 二金 是 听外哥说什么 不是一号玩家发言 所以六号玩家看来 是跟十一号玩家玩 比较开心 都没有听六号玩家说 跟一号玩家玩 比较开心 我就不一样了 我跟一十一 还有七 还有六 跟大家一起玩 都很开心 我觉得一号玩家 不太像预言家 这个位置 他聊了一句 他说 我不聊边角位 我虽然是个边角位的预言家 但不聊边角位 但他还是聊了 就在我的认知里 如果一个预言家 这样聊了 就很难事 因为你如果 真的不聊这个 你就不会聊出来 你聊了 就在说谎 你说谎 就说明你想骗人 那底巴肯 可能是个狼 那四号玩家 这个位置 也打了一 虽然我不知道 他打一的流什么 那我觉得 色彩还行吧 那可能 那我就再听听 九十十一发言 大概率跟后续斩别了 那我就过了 发言还行啊 至少燕奥的心路历程 在我这里 还可以啊 但是这局我要说一下 我买牌了 没买着 没买着 我买的哪张牌 我就不说了 万一说出来 怎么弄呢 假如我告诉你们 我这盘买的猎人 没买到 那出局 看到谁是猎人 那就不好了 对不对 那个我没买着 那我就不是狗了 因为我没买着 对不对 那我这把是个好人 那个 后续你们就跳吧 我觉得 一发言还行啊 我觉得十一跳 我肯定姓十一 过了 那我验的五十茶 为什么验我的 有那个 有个非常牛逼的心路程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 反正我是 我是这样子 想去验的 我想 验十一 肯定 我是想五十一里面验的 知道吧 不是 我刚开始是想验十一的 外挂不验白不验了 但是 为什么没验十一 那个手都会剪到谁头上 看这个 我这个预言家 他凭什么 也给我整个预言家头像 我就把他验了 是个狼 好吧 然后 那顶上的四六 八都不占面一吗 我就没理由 压人家顶会留吗 哎呀 看看我这个中宝 验个七 真是惨淡 这个九 我就 我就不管了 买牌是狗吗 没买到也是狗吗 不是 啊 就这个样子 好吧 反正买了 就是那个吗 我也不是扎身份的 反正一五是俩 然后我顶会留 为什么压屁 因为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就压他顶会留吗 对不对 他特别喜欢 我是 我是希望几下的好人 来给我上篇 因为四六八 是不占面一的吗 大概率可能不见面 九的发言也不太像 几下可能开多狼的 所以我说 我希望几下的好人牌给我上票 就二三五七十二嘛 五张牌嘛 我单留个七嘛 五张牌就算开三张狼人牌 就大哥在几下 他们也只有三票 那好人牌能站那边还是挺好的 好吧 我是希望几天好人牌给我上票 那要站不对 那我也没招 好吧 别的我就没啥了 咱们验我的心里路上 要跟你们说了 谁第一天没验 那就不验了呗 因为人家后终会发言 我也没办法留 人家警会留 我想验外挂的 但是没办法 那第一天没验到人家 人家在我警会发言 我也没必要验了 好吧 我警会都单留个七 四六八九 我警察在听下人家站边嘛 好吧 我过了 我查查警会留一留七 我跟一站边啊 这个时候 你肯定撒谎了 你说你特别喜欢七 但你验的是五 你要是真的特别喜欢七 你肯定第一天就验七了 你要么不是原家 是个狼在那撒谎 要么你是个原家 你压根就不喜欢七 咱们骗七号票 但我觉得你不太像原家 那我就跟一号斩辩了 至于九号 九号说他买牌 没买着 小买猎人没买着 那不就是说 二号玩家这盘是猎人了吗 那我就没法打二号了 我平时啊 拿好人经常想打一打二号 给些压力 像二号这个狼杂水平 能够飞速增长 那完了 那这盘二号看来是个枪了 那我还打个屁二号呀 那我二号还是一号金水 那二号更得是好人了 那没了 那个 谢谢我长腿女朋友 给我送的这个时光飞船啊 行啊 没了 那那个 那就跟一走了 然后那个今天先买 十出了 好吧 那我就跟一号和二号走 好吧 二号铁链猎人 不是不是不是 二号铁好人 铁好人啊 那个你们就当不知道 二号是猎人啊 我过了啊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卧槽 我身为大哥 我肯定得把老子一天 验人信息告诉他们啊 不是啊 这不有吗 长腿女朋友 长腿女朋友 送给十一号时光飞船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谁 谁送给我的东西 下面观战的人送的 下面观战的人送的 二号给十上票了 二三给十 五七十二给一 五七十二给一 来 让我尹哥先发言 让尹哥先发言了 我操绝了 怎么回事 我没听见你们之前 说的那些东西 那你们 你要这么搞 你们爱怎么玩 怎么玩 我就爱这么玩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今天就不想 我为什么不信一 我跟你们说一下 因为一号他之前就说过 他没验过我 然后呢 这一轮突然验我 我觉得这个逻辑不成立 我是觉得一号既然不爱验我 那就不爱验我 然后所以他那个心目历程 我觉得他是编的 你知道吧 然后反观这十号的心 心龙历程 我是觉得我如果是个原家 也就聊成他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一跟十一 有可能是双了 反正如果十一 这一轮还占一的话 那十一得是狼了 那这个给一投票的七 我觉得也不像好人 这轮我想站十的边 那没人买牌 那不想聊这个事啊 好吧 我们就不想聊这个事了 那反正我就不信一号是原家 我站十的边 好吧 我觉得十一这一把也不像好人 虽然前两把拿好人也打我 但是这一把 这一把 他不打我 他也得是个狼人 好吧 我这一局 我觉得十一是个铁狼 如果你们分不清 预言家把这十一先出了也行 好吧 反正那个 我在十面前是未知身份 对吧 我是一的精水 但是我不信一 我觉得一跟十一是双狼 逻辑什么的没有 就靠感觉 我觉得十号铁预言家 好吧 铁预言家 我过了 可以 尹哥站边挺稳的 尹哥站边不错啊 锦上发言 十号玩家聊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他也就是腿预言家 那锦下我看到有五七十二 都给一上票了 我底盘是好人 二号玩家反水了 他要站十号玩家的边 所以我觉得十号玩家是真的严言家 就像聊十二玩家聊那个五号玩家 他验五号玩家的那个心中历程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特别像那种感觉 所以说十一号玩家起来说十号玩家验七是骗人 他觉得他想 他想去那个 他特别喜欢七号玩家 然后他就应该先验七号玩家 我觉得 没有 因为他可能 我给你抓住劳动办好不好 没有去验七号玩家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位置原因 而且还有 我听那个十号玩家发言很紧张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十号玩家 可能压力比较大吧 那得支撑他一票 其实我是个好人 二号玩家 七号肯定是我狼动办了 七号肯定是我狼动办了 我觉得十号玩家是验人 然后五号肯定是我狼动办 因为被查瞎了嘛 一号肯定是狼动办了 我就过了 一 五 七 还有 哦 还有我 还有我 好吧 一五七十一 四了 十一号玩家说验七号玩家那一点 确实是对的 好吧 包括十号玩家 他说他五十一里面 选验 他手都点到十一号玩家头上 看五号玩家头像 那你都 要不是多了一个皇帝 不就是多了一个军王 不这么大惊小 那你定时一开始就看到了五号玩家头像 那何来的你 你说你念十一的时候看到五号玩家头像 我觉得十号玩家这点流的 我觉得不太像 好吧 八级妈妈不在直播间了 我觉得就二号玩家你是个好人牌 我本来十月一号 开军王凡两个月许帅 我觉得一号玩家想 他今天就给开了 没有够高兴话 我都没敢提这事 他没整个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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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告诉他 他没整个主纪 但是你告诉他 好吧 我听十一号玩家为好人 这怎么 他不知道 我其余的就没什么聊的 好吧 就这一点点 我觉得包括就他流七号玩家 警惕流 我觉得十号玩家像了 好吧 十一号玩家只聊了 他没聊没说就是我心里面 就第一天看人的时候 那一点我觉得十号玩家 撒谎 好吧 我觉得十号玩家呢 我过了 我想心意好吧 其余的没了 漆盈了水啊 我流污 这十号玩家干什么 那个十号玩家明显撒谎的嘛 他说 他想验外挂没验 那厂上外挂那么多 他为什么不验呢 那我跟外挂 有什么 有什么关联呢 那很明显没有啊 我就是个渣子 跟外挂有啥关系呢 那可惜了 好吧 就 十号玩家也挺勇的 好吧 就为了编这个信用 还专门找我这个头像 可以 那这谁交的了 好吧 那个 我听三号玩家笑 老 三号玩家说 十号玩家形容历程很真实 他不验外挂呢 怎么形容历程真实了 而且 这六七 两个小姐姐她也不验 那不很明显很假吗 别的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二是精髓 其他人都是在一边的 那我找不见 那毕竟 正水平的人 我怎么在这找见 他是狼呢 反正 今天把十出了 我就把三毒了 我认为完成了 好吧 完了 再给我头上拿上一刀 那么就结了吧 嗯 因为 因为六和九个锦上的发言 我也听不出来 大家都是个打招呼的发言 这里能听猪狼狼 那就有鬼了 好吧 那就在后面听呗 我目前就找见两个狼呢 好吧 别的我也没啥了 好吧 今天头十 我就读这个山了 好吧 当然 有什么好人 有什么 一号玩家有什么其他意见 你告诉我 好吧 我去操作 七号 别的没了 那比有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肯定能止对啊 我就 我就完了 到时候读就完了 好吧 嗯 别的没了 好吧 我点错了 本来 我那个 有个软件是 那边是个上警 我直接上警 没发生什么 没发生什么 跟七号家发个精髓 互动一下 一号拿紧灰了 跟七号家玩过一局 他给我直接 甩了个杀 他是个原家 我本来想跟他互动一下 给他丢个精髓 扎扎身份的 可惜了 别的没了 好吧 嗯 你误 好吧 我听了半天 也没听他报谁 饮水 那可能是没有吧 因为我是女巫 十号玩家是饮水 真的 你们 刀了十号 预言家还冲 太过分了 给 给十号一些薄面吧 我昨天晚上救的石 但是十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个原家了 我认为的狼科呢 是 先点个架式卡 我认为的狼科是 一号 五号 七号和十一号 然后唯一能置画呢 就是七跟十二 因为十二号玩家 也是锦下上票给 这个一的 我觉得七项是因为 七号是圈圈 我感觉圈圈 听完十的发言 应该不太会站错 并且十一号这张 我认为的狼人牌 在锦上跟圈圈 他过多的提到的 这张七号 圈圈牌 所以我觉得 七号玩家 可能更像 十一的狼队友 那在我的视角 就很清楚啊 因为我是一张女巫 我救了十 所以我眼里的狼就 就这五个 五金四马 十一号玩家 肯定是个狼 听完十号的发言 居然去沾遍 这个一号玩家 我今晚读谁 我想一下 今天肯定先出这个五 那我读一 还是读十一呢 一号玩家是铁狼 对吧 一号玩家是汉跳的铁狼 但是十一号玩家 马上又过生日了 我在想 要不要送给他一个礼物 因为我现在礼物 还没送到他手里 如果居然把这篇毒 送给他 也许是我给他 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所以我纠结一下 按道理是独一的 但是又非常想 给十一送个礼物 我现在点狼坑 是一号五号 七号跟十一号 如果这把圈圈 能站回来的话 我会再听一听 十二号的发言 看十二号进不进狼坑 然后再 圈圈凭门站回来 圈圈我们他妈狼 哎呀 最关键的时候 你这夸一夸 尹哥 你这断麦了 是想夸 是不想夸呀 尹哥是真的 强前两把 我觉得这把 我也要跟着尹哥走 尹哥突然 这么坚定的反水 他能在三张 打他的牌当中 就追着一个我 认为我是狼 我觉得这真本是尹哥 所以这把 我必须跟着尹哥走 警上是这样啊 那个十号玩家跟我对话 包括他说那个 燕五 燕十一 手点到啊 没点到 那些我觉得就非常像 但是主要是我 警上我没听出 十一号玩家是狼人 虽然他的发言 跟平时一样 就是比较调侃 然后会点一些位置啊 什么的 我因为要根没听出来 他那面纱都听不出来 那网纱就更听不出来 他是什么了 然后我就没听出来 他是狼 那他就战衣 我就给了跳跳牛 一个机会 好吧 确实跟十号玩家打个抱歉 然后那个五号玩家 咱们票也投了 你这也该报个饮水 就是一百多秒的时间 愣是不说饮水 但是有可能是你卡买卡掉了 因为你是先听到的那个女巫 两个字是有点卡顿的 然后后边跳 我觉得你不至于吧 你不玩是真的假的 你的那个饮水肯定是 已知是得要报的吧 所以我比较那个啊 其他也没什么了 我再听听十和十一吧 今天轮次是一和十号玩家 主要我也不太信 十号玩家这个头像能吃手刀 主要是大家比较喜欢 卡那种 条条框框的那种 比较方方块块 比如说九号玩家这种 咱们也是 他报了我饮水 但是我 我的网不太好 条件不太好 就家里网速不太好 所以就没听到 好吗 如果你抱着我饮水的话 那我就大大的考虑您 好吧 确实抱的是你饮水 那 这就很清楚了 六号玩家跳女巫 一定跟着六号玩家走呀 所以舞跳了 舞跳了女巫十一 说一是远家 我还慌了一下 我还慌了一下 八号玩家的井上 什么发言 打脸了 完了 一五十一三个狼 就这么简单 六号玩家一跳女巫 还真就这么简单 六号玩家一跳 那五号玩家就直接拜拜呀 那八号玩家井上就没有掌头边 那一五十一三个狼 那七号玩家 聊着聊着 聊到最后又说 十号玩家这种头像 又不容易吃刀 那你想跟谁站边啊 你觉得十如果不容易吃刀 那那不就是六号玩家抱石 饮水 你觉得六不是女巫 没听懂 没听懂 一五七十一这四个狼 一七十一三个狼 第一天被我们点在台面上 这咱们也太高配了吧 不愧是一号玩家的水友巨 不愧是一号玩家水友巨 配置都很高 坑就这么贴了 一五 七 十二 还有个谁呢 忘记了 我觉得四号玩家还是好人 虽然四号玩家在听完十一发言之后 他那种感觉 就好像说 十一号玩家跟一站边那 我锦上就打脸了 都说了都废话 打脸了 我要跟十一号玩家一起站边一 但是 因为四号玩家毕竟没有听过六号玩家 这么优秀的发言 在我八号玩家在听完六号玩家 跳完女巫的发言之后 那就一定能找到预言家 就锦上的发言可以忽略 听完六号玩家发言站不对边 那就有点过分了 那轮次一定是 一跟 一跟谁的轮次 那个汉跳的 一跟十的轮次 对吧 这五跟六就业力解决 六号玩家想读十一呢 也可以 我还是希望别读十一的 因为毕竟 大家是为了跟一号玩家一起玩游戏 那就别读十一 你今天把一出了 不就行了吗 好吧 那我就过了 那五六肯定是互读啊 对不对 那在一时里分辨啊 凭什么读十一呢 那肯定是五六互读啊 那个 冤家的话 再听一听吧 紧张再听一听吧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件事情 因为一号白 我紧张说一还行的情况 原因是因为 一验二的凶路逸成 我比较认 但是我想了想 你一说验二 想知道二的身份 那万一验出二是狼咋办呢 你没有考虑过我这些东西 所以说 一时的发言 我再听一听吧 那个 还有点是我澄清一下 我没买牌 我随便乱说的 我说的什么 我是把笔图说 我是把买个猎人啥的 然后 我听二号还 那个 然后十一号直接说 二号是猎人 然后听二号玩家的发言回馈 那应该 我这个身份应该是炸对了 我感觉这个身份应该是炸对了 应该是炸对身份了 那个 别的就没了 一时一 一时我再听一下发言吧 我觉得我身份应该炸对了 我随便说一下 本来有多 这个血压就更好 还没买个身份呢 服了 那个就是 一五十一十三嘛 那 那 那 笑玩家 你没给我上票 那就 那就 那不是说 喜欢他 就得第一天验他呀 那验出来是个狼 干啥呢 是不是呢 那你在我第一警会 你不给我上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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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进第一推的 不一定是你七了吗 是不是 轮次 那个 那个 雪儿姐 那个 轮次是一根十啊 因为我跳女巫了嘛 我就一定是小狼嘛 不想就吃 不想 不想让大哥吃毒嘛 那你就把十一毒了呗 因为 我不 那个 十一听不出来 我是原家 他去给 警察去给 那个 一号票嘛 那他一定是狼嘛 舞跳女巫 就是不想 不想大哥吃毒嘛 那他就是小狼嘛 十一杯有可能是大哥 不大哥呀 嗯 那个 嗯 我 现在定的三狼是一五十一嘛 七 七 很 极大可能是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一辆十二末这位 归票吧 十二也有可能的 因为七跟十二是投票给一的嘛 但是只要好人 战队边的话是 就算有一个战策边的话 一五七 十一 十二 五军四嘛 女巫 独立 读了 读了之后 怎么样 轮次都是够的嘛 但我就是怕这个四 你知道吧 他以为非要出我十 那到时候就会 很难打 知道了吧 好吧 先出一嘛 好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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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六 那个 六跟五的轮策 是一跟十的轮策 那个 六号你帮我投一号 好吧 我过了 你 我不知道这个 就是十一十二 十一肯定是狼吧 但是我不知道十二是不是狼 如果 嗯 七十二名有好人 我打错的话 就 他们就有五票嘛 一五七十一十二 五票挂我 这个四非要跟着十一走 他说十一好人 二告诉你十一是狼 六告诉你十一是狼 那你非要说十一是好人 我怕他以后 那叫什么 投铁非要挂我 那就很难打 好吧 那我 那我就希望四号玩家能 相信二号玩家 相信我尹哥好吧 我过了 哦 那我井上站错边了 我那个 那这肯定不是 我始终没觉得十号像原家 但是这一轮一号玩家 然后二号家先发言 我就一定不认一号玩家 因为 以之井上 我们大概率知道 二号底牌是个猎人的情况下 当然二号是不是猎人都无所谓 包括什么买不买牌 这些东西都不要再聊了 不就买个牌吗 你们至于天天在这巴巴吗 这九号 你就怪你 天天说这些有的没的 上来就聊场外 你要再聊场外 下盘不带你玩了 然后那个 首先 已知二号玩家 是一号人家验的金水 为什么这一轮一号 还让二号玩家先发言 对吗 因为十号查查五号吗 也没关系 而且轮次一定是一号和十号的 因为五号被查查 他那个位置汗跳女巫 然后那就上升轮次 那就是一和十的轮次 今天信十出一 信一出十 晚上五六解决 五号怎么解决六 五号又不是女巫 对不对 然后六号你就别解决我了 好不好 你先把五号解决了 这样可以吧 那个我觉得七号肯定是狼 因为七号战边 七号他说他战边一的理由 是因为我十一号战边了一 那你都不知道我十一号是什么 你凭什么根据我的战边是战边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号 五号七号 还有一张狼 我不知道 然后那虽然说十号打我是狼吧 虽然说十号警下发言也稀碎 但我还是认为十号那是原家 今天就先把警徽给撕了吧 好吧 这个上升轮次这个东西 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不会今天还有人在 在五号和十号里面托办 所以今天就先出一 然后女巫晚上把五读了就完事了 剩下明天再找 我就过了 我应该是投投票了 脚上我听了一跟十的发言 一的发言比这个十号 十聊得太假了 就在我感觉看来 那么我的底牌是个预言家 然后看了看五的头像 我的预言家怎么跑五呢 所以一样的这个五 我觉得十号拍警上 给我一个特别假的感觉 没这个一聊的好 我就上票给这个一 看五六 女巫应该是正常六号拍 我是投错票的那张拍 十一号拍 你把这个气摁死了 那我是 我是站侧边的一张拍 好吧 十一今天是认怂的好人拍 还是狼人拍我不知道 那简上大家对你的期望那么高 你站错边了 打你的人也挺多的 所以你十一号拍也有狼面 但是十一号拍要 十一号拍要是个狼的话 这局打七十个狼 也不在现实 应该打我十二 对吧 五号是狼抱的七饮水呀 那他不怕七号是牛嘛 对不对 那就是 你出了六八五 这饮水反水 怎么办 就会再去招俩 那个七号是他同伴呀 这点事讲不出来 过了 哦 我想一想 你验谁呀 不是 就是 井下 为什么 十一十二 都能说自己站错边了呢 你们的 包括七号玩家 你们都是听完 五跟六发言 你们觉得六比五像女巫 所以觉得我是狼 首先这个点 是不太成立的 当然我是认为 五是女巫 六是狼人的 因为六抱的是石饮水嘛 他抱的是对跳饮水 那你要说石跟五是 狼查下狼 那石既然选择了自刀 再狼查狼 不再跳女巫 我是觉得他们两个 如果是两个路人 应该是不会打得出 这种操作 所以我现在的狼坑 是六跟石 三号玩家是井下 投匪票的牌 如果说 从井下的票型来看 三号玩家是不吃厌的 所以说六跟石 是我这的两个铁狼坑嘛 所以现在就是想一想 厌谁的问题 九号玩家是想站边我的 四号玩家是想站边我的 十二号玩家是投 投完我票要 那个说自己站错边的 那你们听了 十号玩家井下的发言吗 你们认为 十号玩家的井下发言 一定为 跟我的横向对比怎么样呢 十号玩家你说了 井上石的对比 跟我是不如我的 那十号玩家 他井下是默认二好人的呀 对不对 二是好人 这件事是只有我知道的 因为我是预言家 摸了二号玩家 九号玩家你问我 万一我摸出二是茶沙来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是茶沙就正常爆茶沙就完事了 那二号玩家他拿狼 咬水能力也是很强的 对吧 这有什么怎么办的 那个 呃我想一想啊 二号玩家 我就不多对话了吧 因为尹哥你说你按这个感觉走 那你就听一听嘛 好不好 你就再听一听发言 十一号玩家我是不会验的 因为十一号玩家如果最后这一票 便票投到我的头上 那他就是狼人对吧 因为他井上确实是疑似站边我 但是其实他也没有站得很稳 对吧 他不是当时也是阴阳怪气的吗 说十号玩家有可能是什么不喜欢骑的员家 他也留了后路 所以说十一号玩家是不敬艳 就看投票 那么这个位置排下来呢 我三号玩家也不吃艳 所以说位置不是很多 十一号玩家看投票 其实七跟十一 十二我 七号玩家我是有配置要求的 所以我可能会去摸一下八号玩家 因为八号玩家是井上井下都不站边我 但是还没看过他的投票 最后想验一下八 然后剩下都是七跟十一都看投票 十二号玩家我没觉得太像匪徒了 因为井下如果他是匪 那个三也是匪的话 他可能就冲票了 我是这么想的 今天我会归票十的 今天就一跟十的轮次嘛 好不好 就这样啊 赶紧把险灰狗飞给二号 哎哟 牛肉干干哟 京城大师在常驻嘉宾 被你妈十票干飞 天哪 太惨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你们都站队 不是你们都站错边了 怎么会 尹哥怎么会 难道我还会骗你吗 尹哥怎么会 哎呀 甘许安你别读十一 十一不是 不是大鬼 十一真不是大鬼 我 我觉得十一不是 十一紧上在钓鱼之法 你不要读十一 你就去读五吧 没关系 给十一号玩家一点游戏体验 这他妈肯定要读五 能读到老子吗 十一 十一 真不是大鬼 嗯 我想想 我的队友 我的队友其实真挺型的 我的队友 没事就把这个石砍了 你们慢慢找吧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 我真告诉你们 十一不是大鬼 十一真的不是大鬼 他要么是好人 要么是小狼 你们自己去找一下 好不好 然后左边 有三个狼 右边只有一个狼 这两个真的是实话 我拿狼 你们如果跟我玩过 就知道 我依言从来不骗好人 别吹牛逼了 你找的倒是像鬼吗 你说我刚刚 你赶紧过了吧 哎呀 谁会信你啊 哎呦 卧槽 警惠都撕了 都不给我引歌 天黑 请闭眼 我肯定不骗人 我肯定不骗人 他们就都知道我骗的是谁了 我不骗 先把十号砍了 天亮了 不是我要 我要 不能让自己有那些时间 你 他 差不多 gust 几十一 十二 хар 你 你 出谁啊 那就 出十一啦 因为 十一号啊 底牌很难是让好人牌 因为他仅限是办一号 号票的 这 secondly 就只能出十一了呀 6号玩家善良没有读11 那今天他就把11出了 1号玩家的发言 还是一如今晚的优秀 确实就还是难到了警徽的 1,5,11是三个 7,12里的好人 我还真不知道哪个是好人 希望6号玩家能带领好人 获得游戏的胜利 把6号带领 6号能带领个锤锤 确实买牌了 他没买到 就像9号玩家说的 买到买牌没买到 那就不是狗 那我觉得6号玩家应该是谁的女巫 肯定是谁的女巫 那至于2号玩家 是不是买的猎人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先出11吧 我就过了 哎 我那个跟你们打 比我自己打平时往下 这汗都出了一倍多 我这11号玩家确实不做人 我明明听了10号玩家跟我这波小互动 哎呀 我可高兴的 这11号玩家非说一号玩家是原家 哎 我又听不出他是狼 哎 我想这波肯定是他比较准 我立马投给一号玩家 即使大家都说跳跳牛 绝对不可能是原家 气得我 那个 但后面因为我也只能判 1,5,11是三个狼了 所以我就 肯定会投1号玩家嘛 啊 至于外注还有一个是谁 那就一会再看吧 那个 而且他们一直在点三 其实三跟四的发言 我 前面一轮啊 我觉得 四 因为颈上战衣后面又 颈上彩衣后面又战衣的 还有那个银手我确实是没听到 这个也无关痛痒 我就先出11号玩家 我确实不是买的女巫啊 因为买牌真的太贵了 我连加世卡都不舍得点 我能去买牌吗 我总共就700多钻石 我还想多跟你们玩几局呢 然后我认为 我上轮听完11号发言 11号发言洗脑心太强了 谢谢 谢谢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我认为这把的狼人 出在三七十二里面 出 出 哎 哎 这弄得都不好意思了 我为什么觉得十一不是 是因为十一号玩家 我认为他昨天是狼 在墨州的市可以删一刀 因为他已经没找到 他那个时候再引下来 没有什么必要 而且十二号玩家 在十一发言之后 十二号玩家 所以我觉得十二的身份 是比十一一的 那七号玩家 今天这个位置 明显就缺少思考量了 因为七号玩家 是一张投错票的牌 那你今天 在井下的思考量 有些过少了 你是个好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 你应该今天去盘 另外两张狼是谁 而不是单点 这张十一号玩家 所以我觉得 场上的两张狼 是七号跟十二号 那为什么把三点进去 是因为昨天 李伯龙一言的时候 说左边有三郎 右边是一郎 我又不由自主的 想要相信他 所以我就把三也 点进去 那我觉得今天 其实是 今天是可以出七的 当然我的这些分析 都不重要 因为二号玩家 肯定是全场 身份最高的嘛 二号玩家 一张反水的猎人牌 所以我只是 给尹哥做一下参考 然后希望尹哥 在那个位置 告诉我真相是什么 然后给我吃下一颗定心碗 让我今天可以去投这个七 好吧 我过了 然后谢谢这个 十一号玩家 不要聊买牌这事 好吧 聊了三轮了 我的天 这闹了 好吧 这 我为什么压死我 好吧 这我站边一号玩家 就所有人说我是好人 然后我保了十一 说我是好人 打十一号玩家 射狼 好吧 我觉得我再投十号玩家的话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好吧 所以我压手了 想第二天看情况 我觉得我想出七 因为七号玩家 我第一天紧下巴过 今天这轮的发言 我觉得七号玩家 思考量是蛮少的 好吧 就算六号玩家点了 就十二保了 十一号玩家 你那位置要出十一的话 你也先把十二号玩家 给点进去 好吧 我觉得以十一号玩家 水平玩这游戏 我觉得 他肯定在莫注意 跳一波身份 好吧 像跳一座枪啊 守木人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就 比一号玩家号票嘛 对不对 把这个十号玩家 把它干死再说 厂商的人差不多都 都在点十一号玩家 底牌石狼 好吧 十一号玩家 真石狼的话 就大不了跳一的身份 好吧 还可以找一找 外出位 外出位的审判 就没必要去 跟我一样 大了 冲锋又 又那啥 我昨天健身 我推一百公斤 所以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不像 我觉得奇想 因为七号玩家昨天第一 听完六号玩家发言 七号玩家第一版 就是我上错票了 之类的 超痛 我觉得七号玩家就 挺像朗了 就像那种 先冲了再说 好吧 就不管是啥 先冲 冲完之后再慢慢聊 好吧 就我觉得七号玩家是朗了 就三号玩家的话 至于 一号玩家的话 要不要先信的话 我这 我为什么 二点五级 我总想信这一号玩家 好吧 我大哲不在 我大哲在的话 那今天肯定跟我大哲 哎呦 这 这 谢谢 希望 不是什么 谢谢婉儿的续费 谢谢 这你这 确实想 婉儿是为我续费吗 就 今天 我出七 好吧 就你们说 出十一的话 我觉得 十一号玩家真不想 我想你出七 我过来 晚上我以后一口酒都不让你喝 好不好 全帮你挡了 五号玩家怎么还来试狼了呢 那三号玩家不是铁骨针针好人吗 对吧 那个五号玩家给七号玩家发的饮水 你的意思是他给他狼队友发的饮水 对 他也不可能去骗得了七 他宁愿骗十二 他也不会去骗紧下那个七 对吧 因为十一也说 十一昨天的 昨天说了 七是个狼 我听他发言 他说十一是个狼 那他是个狼 他说十一是个狼 那他说七是个狼干嘛呢 对吧 所以当时我在想 那十一号玩家 是不是在井上就故意那样玩的呀 因为他拿好人 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有可能的呀 因为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确实有点不像 但是他打的那个点 我就不怎么认同 其实昨天比如说像四九十二 说的那个点 我都不怎么认 那十二玩家 他不验十一 不是 那不是真 那不就是他的真心心中历程吗 他五十一里边选验 不就一定验五吗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十二玩 十二号玩家 四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是跟七号玩家的发言 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开口第一句 都是说的是我昨天 哦 我可能是上次车号的那个人 告白气球 谢谢 所以说七十二里边 因为五给七发饮水 我觉得对 他不可能去骗圈圈 他怎么能去骗他呢 他骗不到 他骗不到 且七号玩家 在十号玩家第一警会流里 先没上票 那七号玩家 可能就要优先离开游戏 对不对 二号玩家 你觉得有道理吗 你想了 七号玩家 他是个好人 且在十号玩家第一警会流里 他不可能不给十号玩家上票 且五号玩家底牌是个狼 七号玩家底牌是个好人 五号玩家底牌是个狼 能去骗七号玩家吗 能给七号一个好人发饮水 骗他 他宁愿不去骗十二号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七号玩家是狼 那我觉得这样分析下来 七号玩家就是狼 二号玩家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你先听一下 你再想一想 我觉得这两个点分析下来 应该就七号玩家底牌就变不了了 可能就是红色的狼人了 好吧 你听一下 紫色的 紫色的 我就过了 我的狼端是一四五十一啊 我的狼端一直有这个四 我没办法把这个四去掉啊 为什么大家都不盘这个四呢 这个四 挺上的发言 是说一号玩家 我觉得不像预言家 他没有这个预言家的这个魂 就跟上一轮那个自爆的狼的发言 是一样的 但是他上一轮转 就我返完水以后 他直接就说 他自己是不信实 他觉得实不像预言家 他又站到一那边去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四号得是一个狼 我觉得牛肉干的预言 虽然我说不听不听他这种预言 但是我觉得他一言说的就是真的呀 左边产三狼 右边产一狼啊 所以就是七二玩家 在上一 就是昨天的发言里边 是直接想扭头 说要跟着我二号走的一张牌 我觉得那个会儿 他就站回来了呀 为什么这时候要去盘七是吧 但是反而是这一轮四号 在我眼里是一张狼牌 他去打了七 去保了十一 所以我觉得 这个四号 在保他的狼队友 所以我的思维是觉得 一四五十一是四匹狼啊 那这轮能不能 你们要觉得不想出十一的话 能不能先把这个四号给出来啊 我实在找不到这个四号 是一个好人的点啊 而且他说他最后弃票 我是不好意思投这个十了 如何如何 我觉得这个他们回头不就是因为五号玩家没报饮水吗 六号玩家 铁女巫 所以大家只能回头吗 所以那十一他不回他也得回呀 十一得是一匹狼 四得是一匹狼 十二去分析十一的那一波发言 我觉得十二有可能是个好人 所以你们都说我是个猎人 那我在这个位置 我就只能先假装当个猎人吧 那我猎人号票 我想先出这张四号牌 因为我觉得这四号怎么都出不了我这狼坑 就没干好事啊 四号玩家 也没给我弄那个什么玩意儿 就出四吧要不要 我就想在四的十一里出好吧 那你们要是愿意投就投别的吧 那我给一的 十一号牌在这个位置 只剩六四个女巫 把这个牵死了 当时我觉得十二十一号牌 没聊我十二号牌 我觉得十一是有好人面的 对吧 而且它是一张回头的牌 那反正做错事 做的最多的就是七十一十二 我们仨是吧 我的底牌是个好人牌 就今天劈完明天劈 明天劈完后天劈 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外之位的牌 我都不想动 那反正现在知道谁是狼 谁是预言家了 就从做坏事的里面去找来 那七跟十一 十一在这个位置是莫之为发言吗 那他肯定会归这张七号牌 对吧 他昨天的发言已经把这个七摁死了 那我又说十一是偏好的 所以十一在这个位置只能归这个七号牌 你说四的那点 我没听出来四的底牌 可能会是一张狼人牌 好吧 就轮次 我想就放在我们仨的头上 三天把我们仨劈完 没结束的话 你们再去外之位走 一号牌 狼人牌 走的时候告诉你 左之位开仨狼 右之位开一个狼 你觉得能信 你要去干这个四号牌 四我没听出来有什么特别像狼的点 好吧 就七十一 十二 你们觉得谁最像狼 你们就投谁的 好吧 我不知道是景夏 只有我一张牌 站投边 还是这张七号牌 跟我一起站投了边 当这个五跳女巫 爆这个七饮水的时候 我还在考虑 我又没有一丝 是站对边的那张牌 因为我当时说 五是个女巫 七是个好人 那我这一票又是干净的 上面要给这个一的 我有没有可能 就是站对边了 六号牌 在那个位置 跳张女巫牌 告诉你 这五四郎 他是女巫 我就信六是个女巫 我觉得六的发言 比这个五更像一张女巫牌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 还是没有站对边 这个七 七定律的发言是啥来着 我不行 把这个七弹了 先出七 再出十一 你们觉得我十二不行 再出十二 出了十二没结束 那你二百再去动这个四 你觉得呢 我七跟十一 出谁都行 我是个好人 把他俩走在我的前面 第三天你们再去怕我的事情 好不好 过了 因为我在狼坑里边 我归不归票 无所谓 因为六号 因为这个场上 女巫保了我十一 但是六号 说要听二号的 二号这轮归的PK 就是四和十一的论词 那你们要不想出七 出四也可以 我认为四七是两狼 因为四号 我一直没想点他 因为他从一开始 就一直在保我是好人 那你们如果是四 你无论是四七的轮次 还是四十一的轮次 都可以先把四除了 但是七 我七号为什么底牌是狼 其实特别简单 特别好盘的一点 就是因为五号 他在汗跳女巫 因为一号 让二号先发言 五号在汗跳女巫的时候 他给七号报的是饮水 因为饮水反水 他直接就出局了 所以他能给七号报饮水 说明七号大概率 是五号的狼同伴 所以七号是狼 当然包括像七号这轮 就这一盘所聊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 就无所谓 因为我这个位置 我就不归票 你们想出谁出谁吧 好吧 反正无非现在就是 可以出四 可以出七 然后也有人要出我十一 但是你要从逻辑上来讲 六号 我都不说六号保 四号从第一段开始保 然后无非就是 你们听不听二号人家归票 对吗 因为二号说要四七 四十一PK 你们要是四十一PK也可以 好吧 其他的我也就不说了 你们出不出七 因为我觉得七是狼 但是我这个位置 我尊重二号的决定 我觉得我可以出四 其他的 反正我自己投四 你们爱出谁出谁吧 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人 真正能定轮次 然后你们 自己去考虑分票的问题 但是像十二号 你说的那个东西就不成立 因为你说要七十一十二先出 但是场上明显四保了十一 怎么可能是七十一十二先出 对吧 所以没了 我自己会投四 你们其他人看着弄 二号玩家 你看你觉得我是狼 但我现在投四 那你咋办 你出不出四 那你只能 反正你说在四十一里投了 好吧 我过了 昨天一出局了一定是个狼了 对不对 那这局 狼突然打到过来 把冤家投出去了 我想狼肯在哪里 藏得住吗 藏得住吗 我昨天 我认为十一好了 因为我昨天在 一时分不清的时候 十一跟我理清了逻辑 我把一投出去了 那个七跟四了 四跟七的话 因为你盘七是个好人 他就站错边了 对不对 我这不太像 不太像 那我想一下投水 因为四七一定在 这两张牌一定在坑里面 所以小张牌就站宅出去了 四张牌 盘四张牌应该是在坑里的 对 左之位一跟五 然后想一想 其实我也分不清 其实我也分不清 那就随便投吧 随便投吧 过来 早上十一号玩家是打了个心态 我刚没点加卡 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的轮次啊 我以为是十一号玩家的轮次 怎么怎么怎么讲呢 因为大家不要纠结于第一天的投票 当然第一天投票确实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方法和原因 就是投反了 那投反了 那第二天是不是我们听完以后 包括五六 包括十十一和十二和一最后的发言 那我们是个大家都选择了一个心路立场 你们能认下十二也应该要认下七 那我第二轮的时候是不是也选择去除一 如果我选择冲锋 我就会一直冲 对吧 不然的话来回头的话 你也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是经过一个思考量 才能告诉你我是一个好人 那如果我是一个好人 其实我跟尹哥听的是一样的 我也觉得四号玩家比三更像狼人 这就是我刚刚的发言 我只是发言的比较短 因为一号玩家最后 他不是一直在聊三吗 但在我的视角里 其实四号玩家是有一会儿战一 一会儿战不战一的 所以四更进入我的视野 那他没点到 我把他投了 那么三号玩家跟四的发言 我更容了四项 只是十一号玩家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十一号玩家选择说 七号玩家是狼人 那我以至十一号玩家 为狼人的基点来说 他只是说打个心态看四是不是 如果你觉得十一号玩家的想法是 十一是狼 那他肯定不会出自己的同伴 那么四号玩家也许也不是 那就是两个好人上了PP台 我是狼人就会说 我每次招牙就先 他现在我只能确保 我自己是个好人 也许十一号人打心态 因为十二我没听出来是狼 第二阶段是个鼻涕 最多你说有一点完全 不是特别清晰的发言 七天半发掌 你可能是没有找到同伴还是什么 因为你的发言是全场 唯一一个 就比如说我们是错的 但是我们也讲了一个 我第一轮想投一 然后但是第二轮 我想把一投出去 就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节点 但是你的节点是没有 七号不能投四 然后你都不太知道 因为你如果你是大哥 可能不知道十一和七 哪一个是你同伴 就是最多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要是光让我听呢 在十一号发言之前 我认为我跟尹哥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四号玩家的发言 我觉得没有我这轮PK好 我就你们就摆四头了吧 就这样过了 我觉得我这把B出去 我就没投票 好吧 我守木人 这二号玩家真行 好吧 那太行了 二号玩家 这你们盘我是狼 只能盘我是个大哥 好吧 因为在你们看来 我四号玩家视角就一定B 好吧 因为我是紧上不站一 紧下站一 保了十一号玩家 底牌为好人 我听七十一向两张了 好吧 七十一向两张了 我觉得狼是一五七十一 包括七号玩家 这轮的发言和十一号玩家 发言十一号玩家 我保了三轮去了十一 十一号玩家 要来初四保七 好吧 这我觉得十一号玩家是狼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我保错了 好吧 我的狼看里面 我就觉得是一五七十一 这因为大哥跟小狼不见面 好吧 因为我底牌是小狼的话 我就知道 依时谁底牌为那张预言家 就紧上和紧下两轮的发言 丝毫 就一定是个闭眼的 闭眼你只能盘我是个大哥 好吧 其他就没了 我底牌守木人 好吧 这把我出了这游戏 我告诉你就输了 那那二号玩家得背大锅 二号玩家 因为不得不排没办法 因为紧下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轮次 一定是七号玩家 因为七号玩家从紧下 你们说四号玩家没占匪师 那七号玩家是不是匪师占的更多呢 因为紧下七号玩家在十号玩家紧回流 一票点准了 接着一号玩家 就七号玩家 不是和我占的一样的事吗 就是十一号玩家是好人 十一号玩家是 觉得十号玩家不像那种远家牌 占编了一 对不对 那七号玩家不同样占匪票的 那七号玩家是不是至少 七号玩家费面比四号玩家大呢 那何来的先出四呢 对不对 就挺不理解的 好吧 我真觉得我借轮胎出局 所以我就没投票 好吧 这上批推台 那我就跳身份 我守没人 那初七 那你七号玩家 你底牌是好人的话没办法 那我底牌是个木 那还有什么责 那你狼人牌要来冲我的话 那那就冲呗 好吧 反正我上了批太太 无所谓 七十个狼的话 那还有一张狼 在那个下面 好吧 如果七号玩家是好人的话 那也就是说除了七次以外 二六过了 还有三 三八九十一十二里面 还有两狼 那也没了 我过了 我守不然 好吧 哎呀他是十项鬼 第一天验了我是好人 哎呀 这肯定有四号十 那不是狼 这肯定有四号十 那11号玩家肯定不能跳手末人 那8号玩家你是手末人 还是2号你们去选择一定头4号玩家 是这样啊 那个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只是用发言 我们是用投票 其实大家做的事是一样的 除非是比如说像2号玩家 他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姓1嘛 对吧还有包括3 其他的位置呢除的是底牌使然 其他人的发言其实也有说在听听 或者在比如11号玩家的井上发言 他说的是他要占1 其实当时11号玩家 如果你现在看1号玩家任劳出局的话 11号玩家是不是 他井上也是打了一波煽动呢 对吧 那煽动和投票是不是 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肯定是煽动比较强一点 所以11一定是哪个狼人 外之位如果没有守木人 4号玩家是哪个守木人的话 那4号玩家晚上也会吃刀 对吧 那你就再投4号玩家 4号玩家说711是双狼 711是双狼 7号玩家怎么可能去投11 然后11号玩家去投4呢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11号玩家点了7 我知道他说 我同伴怎么可能去投我自己的同伴 而不去投你呢 对吧 而且如果11号玩家 是我那个不见面的同伴 他就不会把我点死 起码会给一个预知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一个好人出局的 我觉得一会大家就听影歌盘吧 反正影歌是猎人 是吧 好 我是那个 我是平民啊 那个就这样了 过了 天黑 请闭眼 六号码 肯定死了 也可以砍2 砍2 他带6 带4 天亮了 把4出了吧 好吧 最后一狼了 然后没了呀 那你要不 因为你们男人肯定赢不了 因为4号一定是个那个实相鬼 因为4号刚开始保我 那肯定是验了 我是平民 因为我 我确实不是什么守目人啊 那因为上一轮 2号是投的4 现在名身份打 2号是枪 然后8号投了4 那8号底牌 就是8号如果 但凡是个平民的话 他肯定不可能 去投4 肯定去投7了 因为我是跟着2号走的 我觉得2号这牌 玩的可以 我就投了4 然后4号肯定是第一天验了我 所以他 他要把我三轮干嘛 然后4号上轮说 7号和11号是双狼 那这个 4号 还有一点 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就直接砍2了 2号不是枪吗 那2号开枪不就带4了吗 对吧 然后4号说711双狼 那7和11双狼情况下 我已经归4了 7号怎么可能不跟我的票去投4 而投我11呢 所以711不存在双狼的点 所以4号底牌就一定不是小狼 就是十枪鬼 8号是守木人 其他的3 9 12都是平民 无所谓 因为 你就 你就先出11再出4 或者先出4再出11 怎么着好像都赢了 好吧 别的我就不说了 我今天会投4 你们看着弄 我过了 要归这个4 我觉得你是听了 发言之后 你要归这个4 好吧 而且我坚持紧张的观点 我没有听出来 4号半哪里向狼的点 咱们就从 做错坏事的里面出 所以7跟11里面 我出的你11 7走的时候 发言应该不是个狼 不行 好吧 这场上应该还有两个了 我不是个母子 我不能归 不能投入的4 只能投入7走上 7的PK发言也不像个狼 跟这个4PK发言 7也是挂票给11的 所以7应该是走的能让好人 810个狼 811 还有那811 811直接砍2 我觉得 无所谓 7出局到底是好人 还是狼 都无所谓吗 反正4号玩家 跳守母人了 对吧 现在死的身份 和出局的身份里边 应该没有守母人 7也没跳守母人 对吧 1号 1号是狼 然后5号是狼 6号是女巫 对吧 10号原家 现在守母人肯定还在场人了 对吧 如果这一轮 如果 就反正就4期11里边 咱们大家都不聊12 那就不聊12了 对不对 反正我上一轮 倒是没觉得12就一定是个狼 所以呢 这不就是4跟11的轮次吗 那如果 到9号还没有人跳这个守母人 就是你们守母人 如果真有守母人就跳嘛 对吧 轮次也够 你守母人如果不跳 那我就去投11 那如果4号真是守母人 如果有人跳了 但非有一个人跳了守母人 那我就去投4嘛 对吧 因为我就认为4是狼 但没人跟他对跳守母人的话 那他就是守母人 那按照那个11号的发言 就是4期 4期得是双狼嘛 按照11号的发言 对吧 那 反正要不然 只要没人跳守母人 我就去 我就去投11 就完事了 对吧 那只要有人跳守母人 我就投4 就41双狼嘛 我就不管了 就这样 对吧 没什么别的 听后边 这4号是我狼同伴 你听完2号说 他想出4的时候 我在想这个2号玩家 为什么是狼 这盘4号是我狼同伴 其实昨天不是 我他妈笑点 把狼同伴 不是4号玩家起来 归的7 是改票的7 我他妈昨天 验德斯4号是狼 我都惊了 是6号玩家 就他妈4号怎么 他开始第一天保的我 所以 8号是什么人 我觉得7号玩家 这盘赢不了了 他昨天走了也在打这个9 我觉得9不是 我今天也不能出8 怎么着我们都输了 今天出了44出局 游戏不结束也是出我11 所以我觉得9不不像 12号玩家说7 换玩家出局不是狼 我觉得7号玩家出局得是狼 我怎么都觉得4号像是守牧人 他们还不跳 所以说 听北那就听北 11号玩家说4期是两个 我昨天最怕的是这个20 知道吧 你妈宇宅有点东西 他怎么知道4和11是双狼 我都不知道4和11 然后二一个 然后推一个守牧人 比如说他 他是个 那个他推一个守牧人 然后不就狼队就可以开了吗 开刀了吗 那既然都 今天都说到这个份上 那就不用去想这么多了 没必要了对吧 那就听一下8号玩家 玩你妈 臭 这是2号11 那8中我跳守牧人 那就是811 好吧 因为11号玩家 就一定是狼 7号玩家好人走了 好吧 7号玩家为好人 厂商还有两张狼 好吧 2号玩家是1给了1 给了金水 不是10号玩家给了金水 2号玩家不能宅 因为我一开始 2号玩家没有入我的视角 直到昨天2号玩家 带我4号玩家节奏的时候 我觉得2号玩家有狼面 好吧 包括这11号玩家 我觉得11号玩家 就一定是定狼了 11号玩家没得跑 那分2 8 对不对 8号玩家只要跟我跳守牧人 那8号玩家就一定狼人 对不对 那跑都跑不掉 我觉得12应该是好人 12和3是好人 那至于这个9号玩家呢 我觉得9号玩家不像 因为7号玩家 是你知道好人排走的 好吧 我看到了7号玩家 底牌为好人 那就场上一定有两张狼 那就是2 8 11里面 如果8号玩家跟我挑守牧人 那8号玩家就干狼 那就8和11 11号玩家为大堆 好吧 因为能砍 就是6号玩家 这么菜的刀的 就一定不是11号玩家 这么菜的刀出来的话 我就觉得是2号8里面 就 因为2号玩家是反水的牌 对不对 10号玩家底牌为饮水预言家 所以说这2号玩家就也摘不了 如果是1 2 11 1 2 5 11 4张狼人排的话 他还要打 那2号是狼 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2 8最后找一张 11号玩家定狼 5 1张定狼 1 1张定狼 对不对 我觉得3不像 好吧 嗯 其他就没了 那8号玩家 你要跟我挑守牧人的话 那就跳吧 好吧 那你要跟我挑守牧人 那就8和11两张狼 11号玩家 这刀型能刀到6 小玩家 投上到11号玩家 就一定大嘴 好吧 就不觉得11号玩家 是狼能去刀这6 我做了 好吧 如果11号玩家 是小狼的话 就就他自己说的一样 刀2 但11号玩家 就一定是狼 我觉得11是大嘴 好吧 2号8里面 开一张小嘴 8号玩家 是投我4号玩家 一票 重要的是 看8号玩家 见轮 跟不着我挑守牧人 这才最关键 把我出了 这个游戏就没了 大家都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7的底牌是个狼走的 就剩4了 昨天其实 我帮我家这个位置 有过不当人的想法 就是因为4号这个位置 跳守牧人了 11去点这个4 这个狼要出这个4了 在我视野里 那狼就是4跟7了 就我有想过 是跟着4号玩家 一起去出这个7 但后面想没必要 因为2号玩家 已经足够优秀了 他在这个位置 已经点出来4号牌 底牌是个狼 这4号牌 明目沾档地 焊跳了一个守牧人 我底牌身为守牧人 我一定要挂着他 让2号玩家知道 我的底牌是个守牧人 这4他没点错 2号玩家也没让我失望 他还是挂了这个4 虽然他今天说 不知道哪个位置会跟 有没有人跟4跳什么人 我8个挂4了 2号玩家 那今天就两个选择吗 两个选择 要么就出2带4 2号玩家直接拿个MVP 要么就出11 然后你4号玩家 夜里砍2 让2再把4带 让2号玩家再拿个MVP 怎么打2都是个MVP 太欺了这个B 我觉得11号玩家 说错一点是 觉得4号玩家 第一天验了11吧 我觉得4号玩家 第一天应该是验了这个5 他验了5的底牌是个狼 所以景商发出的言 我觉得1底牌一定 4底牌肯定是那个大哥 因为11说4是大哥 4就验了这个5底牌是个狼 然后 怎么说呢 忘记了 反正 那今天就 就是2跟4的轮次 出4代游戏就直接结束 那么就除了 让2号玩家带 带一枪 我觉得都很帅 都很帅 这把游戏 错就错在 你4号玩家跳了个守木人 你要是不跳 11号玩家一定 被我干出去了 因为我8号玩家 是一直打11的地牌 是个狼的 但你跳了之后 没办法 你就拉崩了 觉得4号没厌实意的 是因为 4号那天是跟7上PK台 如果4号知道 710里谁是 一定是他的那个小狼同伴的话 他就没必要穿个守木人 干自己狼队友 这是我觉得4号没厌实意的 那个点 所以4号玩家的票型 一直是弃票 弃票 因为他也搞不定 711里到底谁是塔狼队友 这是我当时想的 好吧 那就 我这位置就归个了 我 我还是中中底牌 我挂4吧 好吧 你们要想让2号玩家开枪 就挂2 那就38里出吧 不 4跟8里出吧 其实 其实我昨天有点 出气的原因 很简单 就因为我认为 井下要有 不可能只有一张 因为5是井下的蟑螂嘛 我想7号应该还会有一张 所以把7给投了 昨天 我聊天没聊完 因为我昨天看的是 因为一直大票 一张狼阑牌 是基本上是全票出局的嘛 我在想 会不会有狼打倒沟 一张不好找的狼阑牌 因为一出局是任狼的 他没有掰 他没有掰 因为如果狼能度 明在台面上 4 7 12的话 明在台面上的话 一怎么可能任狼出局呢 这是我想的点 但是我又找不到 那张狼在哪里 所以说我昨天就没聊 我也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聊出来 所以我直接过麦 就把7投了 因为我就想的是 井下要开狼 对不可能只差一狼 所以投了7 那4跟8对跳 鼠目人 我分不清啊 我真分不清 因为 4 4守目人 昨天为什么会弃票呢 4守目人 你为什么会弃票呢 这是我搞不懂 你是4守目人 你肯定不需要自己出去 因为你已经上PK台了 你凭啥弃票呢 因为你弃票 你被投出去 那这局 好人怎么打呢 所以这是不像 守目人的点 8张牌 如果是个狼的话 应该是我 就是我昨天想了 想到了那个点 因为一出局认狼了 肯定有张狼身份很高 可以常驻 所以他才认狼出局 因为他认狼了 那张身份很高的牌 身份才能坐高 一定是铁战鞭实陵的张牌 对不对 只我想到的那个点 那个 就没啥了 因为 爸今天的发言 他说7是好人走的 那昨天投7的 肯定有狼 你说 你怎么没打我9呢 因为我投了7啊 你爸 你是个守目人 你认为7好人 我把7投出来 你能不能撩我9呢 别的都没什么了 我觉得 18度有好人 没个狼面 4的狼面就是 昨天起票了 8的狼面就是 今天没撩我9 那那个 不知道吧 不聊9 7都是他验的好人了 狼人了 我记头吧 过了 你得演的7不是狼人走的 你得演的7不是狼人走的 我要下播了 我不玩了 尹哥肯定肿了 我下播了 去我看2号11 谁是那个菜皮 好吧 我觉得2号玩家是那个菜皮 太他妈乐了 我操 好吧 就就 我要下播了 我玩 就太烦了 我不想 我 我这个发烧太难受了 明天再玩好不好 我操 就烦 好吧 我就想 你一局 哎呦 气死我了 好吧 真的 尹哥太有点了 我都不知道这盘能怎么赢 我就是 结果尹哥 本来我没在 没有在视角 就这2号玩家不要来做带什么节奏 这是 好吧 这弄的 我现在就就就就没法弄了 反正就我觉得2号玩家是那个大菜皮 好吧 就就仗着我粉丝少来欺负我 好吧 我要跟我大哥说去 太难了 好吧 这11号玩家能不是狼 好吧 百分之百这11号玩家就一定是大嘴巴是那个小狼 哎呦 因为刀6号玩家这种菜皮刀只能在2号8里面去 倒11号玩家是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可能先刀6呀 怎么可能不刀6呢 绝对没了 好吧 就2号玩家真的得挨喷好吧 我气死了 就就没了好吧 就我做了 那你们至于谁是那张枪的话 你们去刀2吧 好吧 把2号玩家整死 我死了就2号玩家就不能活着 好吧 我没了 这真的太启人了 这一把 本来一开始都不站就1号玩家边 这2号玩家非要给我带节奏 给我带起来说什么4号玩家底牌为狼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干啥事啊 对不对 我做了好吧 这歪车说不定现在在那儿笑呢 对你正在那儿笑得开心 气死了 好吧 我哥 尹哥这关系 我能笑吗 说什么什么呢 这4号挑拨谁俩关系 请闭 我怎么都 我都起压高了 我难受了 哎呀 我这都生气了 你看看这事闹了 天亮了 啥意思啊 不砍影歌啥意思啊 羞辱 不是的 看你这个12干啥呢 砍这个12 干啥呢 那我过了吧 待会你们解释一下 砍这个12是干啥的 再羞辱一轮嘛 对不对 那把我酒跪出去之后 再把山砍了嘛 可以 待会你们你们就掰一下 说我酒是狼 掰一下 那过来 没有 看12是因为我觉得 4号砍确实疑言太过分 这位置出色 又不是只有2号玩家一个人 不是还有3号玩家吗 凭什么只喷2不喷3呀 我是真的没搞懂 觉得3号比2号菜 就站错边就站错边了呗 那 确实能理解的 2号玩家 井上就防水了 你4号怎么好 怎么能说2菜 我觉得不能 其他就没了 其他没了 砍12就想 我觉得9号玩家 莫志伟 头8挺厉害 8号玩家说 出2带4 没啥毛病嘛 这T不是个狼走了嘛 2号玩家开一枪 拿个VP不挺好的 可惜就 发言没让他要认下来 没有能够出2带4 那我就没了 我确实有点没接受了 真心没接受了 因为7号玩家说 9号玩家也像狼 我就觉得他出局的时候 就是狼了 那4号玩家起来 说7又是好人 我不想 让自己 在井上 那么长一波发言 说7号是狼 结果7号是个好人 我觉得 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那9号玩家说 8号玩家说 7号是好人 8号玩家说 7号是狼 所以我就遵从 7号是狼的 一年走的 是吧 那4号玩家说 谁菜的 没必要 那就是在做自我介 自我介绍 不就是 他又没站队边 对不对 他哪个什么人 怎么能起票 我靠 我受不了 我这 用Y个是狼 大家 用6号玩家 那一轮 没点 Y个说 四七十年 天黑 请闭眼 怎么还要 这是 这是厌人 是吧 天亮了 我不玩了 我不行 难受 我太难受了 这把 我替尹哥伤心 游戏结束 本来好好的 开锐区 被他妈这4号 整成这样 我不信 我不接受 我不想再玩了 你哥真的气死我了 我不是 浪水 真的